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上黑色岛月十冠爱情生育卡 叶苏的暗语生育卡 字卡还有签文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提着灯笼的美女图 对于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辞学 心中想着问不得她 当下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选项的美女图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新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说的主题是 现在她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现在她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她 现在最想说什么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看你要问的这个她 现在最想告诉你什么 好了以主题排卡来看 这个人她想跟你结婚 她希望这份感情是永恒的 她对你认真了 每当想起你 她心怒乱撞 她觉得她对你的情感越来越强 比过去还要更强 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她很感恩有你的出现 她觉得这一份就是 那个业力的存在把你们拉在一起哦 想放开也放不下 想忘记也忘不了 如果你不愿意跟她结婚 至少跟她订婚好吗 给选到第一组 现在她想对你说的话 她说她真的认真了 她真的爱上你了 她觉得这就是永恒的爱 她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那么既然肯定了她是喜欢着你 她希望呢可以今早的跟你结婚 她最近都有在看这个订婚或结婚的戒指哦 每当想起你 她心怒乱撞了 她发现她对你的爱我呢 比过去都还要更强 她很庆幸自己能够遇见你 她好感恩哦 她觉得她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最有福气的人 只要有你在身边 她什么都不缺了 她曾经想忘记你 她做不到 她想放下这份感情 其实是做不到的 她很清楚自己不能没有你 而且这份就是有业力的存在 把你们拉在一起哦 她知道你们就是有缘分的 如果你不愿意结婚 至少我们订婚好吗 给选到第一组看卡罗怎么说 现在你要问的这个 她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她觉得 跟你结婚这件事情呢 一点都不错 这个就是最正确的事情 她有危机感哦 她觉得你是一个很抢手的存在 她再不努力的话 可能你就会被别人抢走了 你们是恋人 你们是上天撮合在一起的 要分也分不开的 那还在等什么呢 她希望可以寄早的结婚 后公告给全世界 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一对 想公开你们之间的恋情 她已经急着想要跟你说这一番话的 已经早就想告诉你的 对你是真心的 你不用担心她是玩玩哦 她没有对你玩玩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她 她是很愿意为你付出的 她不要求回报 只要你开心就可以了 她好认真哦 她把你的事情都看成是她自己的事情 放心她会对你负责任 有什么都可以直说 大家都可以好好地谈 保持理智 可以谈成相对哦 有什么都可以直说的 你心里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都可以说出来 给选到第一主 现在她最想告诉你的话 你到洛洛克来看 她觉得跟你求婚表白这件事情 她一点都不会后悔 这是她觉得最正确的事情了 以目前来看 她觉得你是一个很抢手的存在 你是一个保 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 大家都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另一半 她担心她再不行动的话 你就会被别人抢走了 而且她很确认 你们之间是恋人 是上天要你们撮合在一起的 既然分也分不开 那么还在犹豫什么呢 还在等什么呢 她很想要跟你记脚的 就是不如婚姻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就是一对 让一切定下来好吗 她早就想要对你说这一番话的 她藏在心底好一段时间了 她现在急着想要说的 她担心着 这个感情会慢慢的淡下来 她要趁火打铁 趁热打铁 就是要 现在她觉得就是热恋气嘛 别再拖了 别再拖拖拉拉的 这些都是她的真心化 她对你是付出真情的 你有什么要求 只要她能够做到的话 她会尽所能地去为你付出 为你贡献 为你牺牲 只要那个快乐 你快乐就是她最大的追求了 她对你是很有责任的 放心地跟她来往 她想说她是值得你托付终身 信任的一个对象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都可以说的 大家都可以谈成相对 她已经把你看成是自己人了 你不用担心 你说了什么一些比较脆弱的东西 她会嫌弃你 不要你哦 她绝对不会这么做 因为她是一个尽责的人 看刺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刺卡 她有什么话想说 她不知道怎么样改变 她是很想要为你改变她自己的 她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请你指引一下她 你对她有什么不满都可以告诉她 她觉得很难走进你的世界 你总是有很多隐藏在你心底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她真的好对不起 如果她曾经对你冷战 又或者是对你不理不睬 她一直告诉她自己 一切都还会结束的 她无法接受哦 如果你不要她了 她无法接受哦 自从遇见你了之后 她才相信原来真爱是存在的 你就是她这一生的真爱 也许你们没有天天见面 但她对你的爱天天都在 如果你不相信她的话 她会觉得很受伤哦 她希望得到你的信任 就让一切慢慢来吧 对她而言你已经很完美了 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害怕 你已经很好了 你最棒的 给选到第一组 以自可来看的 她说 你对她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你可以直说 她也是很想要为你改变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请你给她指引吧 你要她怎么做呢 她觉得你就是 有很多的秘密藏在心底 你对她有很多的隐瞒 她要你只说的告诉她 你不用担心你说了什么 她会扣你的分 或者是不要你这样子哦 她是非常深爱着你的 她真的好对不起 如果她曾经对你冷战 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不理不睬 她可能真的有其他的事情 需要她去忙的 请你别胡思乱想哦 她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 她才会刻意地把你推开 不是这样子的 请你别乱想 如果你已经不要她了的话呢 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哦 她一直告诉她自己 一切都还会结束的 她真的认为 这个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 你就是真爱 自从遇见你了之后 她才相信原来真爱是真的存在的 可想而知 你是到我们的影响着她 也许你们没有常常见面 但请相信她的爱呢 对你天天都在 她天天都爱着你 如果你不信任她的话 她会很失望 她会很伤心 她觉得她对你是很真诚的 为什么你不相信她呢 就让一切慢慢来吧 如果你就是感到紧张 那么她愿意给你空间 对她而言 你其实已经很好了 你已经很完美了 不用感到自卑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给选到第一种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好了 这张牌卡就是 就相信这个宇宙的给予你的方向哦 就是 去把自己 托付给这个宇宙吧 控制不了的事情就交给天哦 它会指引你走向更好的一个道路 相信它的安排 还有就是 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如果你能够清平契合的听见 这个宇宙给予你的指引 可以保持清静的去聆听大自然的音乐 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再看 你在做的每一个祈祷呢 其实都会被听见的 所以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吸引你所要的美好哦 先弄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看这个签文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种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37 此前提醒当事人 不太独善其身 须知节 甚至爱是好事 但遇到别人需要帮忙时 也应该真诚地帮助他人 在顾好自己的同时 也别忘了 任意助人哦 就是要找到那个平衡哦 太过的帮助别人 没有自己也不行 但是在照顾自己的同时 也别忘了 在受苦受难的其他人 尤其是在一段感情中 如果对方过得不好 你自己过得很好 那么也是 不会开心嘛 就可以多一点的伸出援手 去关心一下对方哦 给对方温暖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 还有就是 祝你对方就是真爱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热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直接找我的主题是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说生意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看这个人他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后来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无法接受你们的感情就这样子结束 他想确认一下真的就这样子结束吗 难道你忘了你们过去的那一些美好回忆吗 虽然已经很长久了 过了好久 但他还是很记得 请你别那么无情的就这样子不要他可以吗 他知道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不懂得制造浪漫 也不懂得田野命语去讨你欢心 但请你再给他多一次机会可以吗 他很想要这个感情可以被修补的 不知道他还能够做什么去修补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他希望还是可以烟火这个什么那个死灰复燃哦 跟你重新再来 再看 请你再考虑一下 做一个健康的选择好吗 你真的想离开他吗 你会快乐吗 没有他你会快乐吗 给选到第二组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首先你足迹拍卡来看他说没有你的日子里 他一点都过得不快乐 就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请你再考虑一下这份感情 你真的就这么的无情 就这么的就不要了吗 难道你忘了你们过去的美好回忆吗 虽然过了好久 但到现在还是很记得你们之间的甜蜜日子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 然后也不懂得太多的田野蜜语去逗你开心 但他对你的心是真的 请你给他多一次机会好吗 他真的好想做点事情去疗愈 去修复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认为这个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吗 这个感情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可以幸福的 请你再考虑一下哦 你做的决定是真的能够引来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吗 没有他你真的会快乐吗 看陶罗怎么说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他觉得你们的未来还是可以很长长发亮的 就这样子断了 真的是太可惜 他好想活力十足地冲向你把你追回来 用他最大的热情 最大的正面情绪 去把你挽留 他会一直守着这份感情不放哦 就算要到遍体鳞伤 他也不肯放手 你在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喝醉了 乱说话呢 你真的想分手吗 他想跟你在一起 他以为你们的感情是很稳固了 为什么你可以说断就断的呢 别忘了你们曾经是那么的合拍 你是最懂他的人 他知道他自己没有你那么的能干 也许你看不起他 但请你别那么残忍地把他这一份幸福快乐带走 可以吗 你是他认为他生命中最棒的事情哦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 都可以解决的 请你给个机会 大家一起修补这份感情好不好 你别再不理不睬了 你的安静 你的冷漠 实在令他好难受 给选到第二主义陶罗派卡来看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 他觉得你们的未来是闪闪发亮的 这份感情他以为是很稳固了 不是已经要谈婚论嫁的那种阶段了吗 你怎么突然间要说分手就说分手 不要就不要的呢 你在想什么呢 你的头是不是 这个人他说你是喝醉酒了吗 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决定呢 你是一时糊涂吗 这个人他好想要就是用他的热情呢 去去冲向你 立刻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 去把你弄醒哦 要你清醒一下 意识一下你做的决定 真的不会后悔吗 他好想要用尽办法的 守着这个感情哦 就算要他遍体鳞伤 他也不想要放弃 他难以忘记 你们过去曾经的美好回忆 你们是那么的合拍 你们是那么有默契的一对 他认为你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了 他也自认为自己是最懂你的人 怎么你突然间会做出这种决定 真的是出乎他意料哦 你好能干 他知道你好棒 也许你看不起他 也许你们就是接触久了 你一直不断在进步 他还是原地大步 你会不会看不起他呢 但他有在努力中哦 一切会好起来的 请你给他机会 他有在努力中 你是他这一生中所发生 最幸福最美好的事情 请你别那么残忍地去 剥走这一切的美好哦 大家都可以商量的 有什么都可以好好说 请你别对他不理不睬 有你的冷漠 非常的 令他很难受哦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很害怕伤害到你 所以他跟你保持距离 为了保护你 他才会把你推开哦 他知道你对他有所隐瞒的 到底你在想什么呢 他很渴望跟你在一起 但是 他不敢给你太多的承诺 他正在努力想尽办法的 想要走向你哦 让你们之间的感情 可以开花结果 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你的重要性 如果过去不懂得珍惜你 他真的好后悔 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一直以来就只有你 他从来没有考虑其他的对象 当他跟你在一起 他就不会再分手 再不会放开你的手了 如果有机会再跟你见面 他一定会用尽办法的 把你留在身边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 比较优柔寡断的人 可能伤害到你 但他现在已经为你改变了 他不再像你过去 印象中那么糟糕的人了 给选到第二组 一字卡来看呢 他说有时候他把你推开 不代表他不喜欢你 他不是在厌烦着你 他只是想要保护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不想伤害到你 他才会把你推开哦 请你往好的方面去想好嘛 到底你在想什么呢 你的不理不才 你的冷漠 你的安心 令他一直胡思乱想 在想着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隐瞒 他甚至认为你是不是找到了新花呢 他心中只渴望跟你在一起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他没有考虑其他的对象的 但是他现在无法给你承诺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 去遵守他给过的承诺 但他会努力哦 他在设法的想要 让你们的感情可以开花结果 如果过去不懂得珍惜你 你有什么怨恨的话 你都可以开口告诉他 他已经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他会为你改变哦 确实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不再像你过去印象中 认为的那么的优弱寡断 那么懦弱 那么的爱逃避的一个人 他已经改变了 如果你愿意给他机会 再次的跟你见面 再次的跟你一起修补出份感情 他绝对会对你更好 不让你离开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那有什么建议给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很棒哦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别那么的一直在自责 又或者是挑剔自己哦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请相信哦 这个事件是充满奇迹的 以一个开放的心 去相信任何的可能性 大方的去付出 去帮助哦 你也会有所说过的 你的付出不会是白费的 别一直计较自己的付出哦 在这份感情中 可以更好地对待对方哦 看这个签文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五十号 此前顺风行传之相 凡是大吉 目前一切顺利 你可五胡四海自在 自在 要有 很多事不用求 也自然会有 凡是顺风而行 顺势而为 便能裁缘广进 顺心如意 恭喜哦 一切都如你说愿的 所以 任何的挫折都不要弃你 不要放弃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 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与对方相处 满满的欢乐欢笑声的 还有就是收获满满的爱哦 被满满的爱围绕着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让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周的主题是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做声音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现在最想对你说什么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看这个人 他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排卡来看他说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请你再忍耐一下 这份感情会更深温 你们一切的障碍困难 都会过去的 都不会影响他对你的爱 其实呢 他有一直在 反思反省哦 他一直不断地 有在努力的 想要做得更好 他无法忘记 你们的过去 他希望在将来的日子 可以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 其实在这份感情中 你是比较可以做选择的一方哦 他比较被动的 你是比较被爱的一方 给选到第三组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首先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想告诉你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障碍 困难挑战 但请你别因为这样子放弃哦 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的 会好起来的 他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他就是那么喜欢着你哦 连困难有障碍 他也没有退缩 他希望你不要退缩 最近的他有在检讨 在反省 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他有在努力的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进步 好让在将来的日子 还是可以跟你一起过 他不单只是要 跟你有过去的那些甜蜜回忆 他觉得都不够 他要跟你创造更多的 更多的快乐的 在你们的面前 在你们的未来 就请你大胆一点 接受这份感情吧 你是比较被爱的一方 现在就看你了 他已经选择了你 你不用再质疑他对你的爱 问题是在你那里哦 你是否愿意 跟他继续走这条感情路呢 看塔罗怎么说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 给选择第三者一起来看 他觉得他怎么说 都好像 走不进你的 你好像听不进耳 他要对你表达的 他需要你的配合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 这份感情 是找不到平衡 就无法长久了 请别忘了 他依然像当初 爱上你那样子的 热情对着你哦 就算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他还是不死心的 喜欢着你 爱着你 他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 他的结婚对象了 就算你们还未结婚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 他的老公老婆了 再看 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谁也无法改变 就请你正面一点的 看待这份感情好吗 别那么的悲观 你在想什么呢 他走不进你的心 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切会好起来的 你们未来还是有彩虹 又已过天晴哦 真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困难 可能见不到希望 但他深信你们的感情会好的 别放弃 他已经做了很果断的决定 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放弃了呢 他好担心你会放弃 给选到第三主义塔罗拜卡来看 现在他最想说的话 他觉得 他怎么说你都听不进耳 到底你还要他怎么做呢 为什么你那么的固执呢 就是不愿意接受他对你说的话 他需要你的配合 有你的配合 这份感情才会健康发展 才会长久哦 他对你的心一点都还未变得 还是像当初爱上你那么的热情的对着你 他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他这一生要一起度过的人生伴侣了 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哦 他很果断的 他不会再改变了 请你正面一点的去看待一切的障碍吧 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的不是吗 难道现在面对一点小挫折 就认为将来不会幸福吗 这里有两道彩虹哦 他真的觉得你们的感情会雨过天晴的一天 一切的障碍困难都会过去的 你在想什么呢 别再胡思乱想了 别再自己就转牛角间 自己制造更多的烦恼 他希望你别再犹豫了 就接受这份感情吧 别再怀疑这份感情哦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要跟你永远在一起 不分开 见到你他还是会心路乱撞 还是很有感觉 他知道他曾经就是在你面前发脾气 他知道错了 好想要对你表达他的情感 想要让你知道他还是爱着你的 他无法放开你的手 请你别强人所难 别让他放开你的手 他不要 不要跟你分开 只要跟你在一起 他就特别的调缀 特别的开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在低骨气 在最糟糕的日子 他也不想放开你的手 你给过他的 你对他付出的一切 他都有在珍惜 他真的好感谢 好想要主动的接触 去主动的约你 去跟你联络 但他很紧张哦 给他一点时间 给选到第三处一字卡来看的 他说他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又不想跟你分开 他对你依然很有心跳的感觉 每当见到你 他会心路乱撞 他知道错了 过去曾经 就是当心情不好 就对你发脾气 但他想要说 他现在还是深爱着你的 他对你的情感一点都没变过 就请你给个机会 让他跟你解释一下 去修本里面的感情好吗 心里别让他放开你的手 他做不到 他不想跟你分开 因为在你的身边 他才是最快乐的 有你在 他就会最陶醉 最开心 最快乐的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会离弃你的 所以请放心的 跟他走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吧 他是可以值得你多付终生的 他真的很珍惜你 为他付出的一切 你为他做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 他没有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哦 他现在好想主动的跟你联络 但他好紧张 他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呢 给选大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牌卡就是 放心吧 让自己成为一个安心的人 然后别一直在担心着 未来会怎么样 就保持信念的 以正能量的心态 去相信美好 你的感情就会顺利 再看 你就提出来你要的是什么 你的喜悦可以被实现的 令你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被实现的 再看 不要害怕 只要你相信 你就可以得救 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帮助 看这个签文怎么说 给选大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九十二 此前有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步步高升 以免还乡之意 好事舍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不论工作 创业 感情 婚姻 健康 与孕途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恭喜哦 前途一片光明 你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的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你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保持正面的心态 迎接一切的美好 天天与对方相处都是快快乐乐的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